2月27日 一位叫无情的风 网友粉丝给我留言 小胡 预算60万买车 保时捷 美看和奥迪Q7 哪个质量好 开的质感更好一些 那么我想问一下 视频前 镜头前的粉丝朋友 何老铁 或者没有买过 开过这两款车的车主 如果60万左右 再让你们重新选择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这个建议 帮助帮助他 谢谢大家 那么60万左右 选保时捷买看的话 它就是一个中型SUV 全系5弱 可以买到2.9T6强机 搭载的是大众的 E839那款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保时捷 PDK7档的四式双离合 而选择奥迪Q7 它是个中大型SUV 全系是7弱 但是只能买到2.0T的4强机 2.23款的奥迪Q7 换做了第四代的 E882.0T发动机 匹配一个财富的一个80T 所以说60万左右 买这两款车的差距很大的 美看可以买到6强机 加速更好 操控更好 奥迪Q7呢 但是它有7弱的车型 可以选择 而且空间比较大 适合于家庭使用 保时捷买看呢 可玩性极高 喜欢四部的机型呢 操控好的 喜欢那种 发动机的跑效声的 你可以选择 MACAN 对吧 6强机非常优秀 非常好 加上它的PDK 7挡4双离合 那是加速非常快 很牛的 但有人可能说了 哎呀 双离合变成不行 不然用高温呢 错了 保时捷的PDK 7挡4双离合 一个箱子的单价 就10万出头啊 它是都是不计成本的 里面的摩擦片 摩块都是 不给黄纳提供的 为它设计了 装用的油道 这样需要你弹热起包的同时呢 它以最大的油量 去给这个摩擦片去降温 双离合嘛 里面最高温的就是摩擦片嘛 它起用最大的油量去降温 降温非常好 散热非常好 所以说 它就不高温 然后就不出毛病 记得是连续弹试 弹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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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它也不会有任何事情的 如果换成别的双离合 早就干报废了 是不是 所以说 你不要小小这个变味箱 非常好 非常好 这款变味箱 甚至比你这个财富也好很多 那么它俩还有个什么区别呢 它俩全都是全是市区吗 它只是普通的 多片离合器的一个中央插入器 而奥迪扣器呢 是正八点的机械 托人式机械插入器 它这个稳定性会更好 而且通过能力更好 但是它也有缺点 不能百分之百唆使 只能最大唆使百分之八十 比较重 油耗比较高 优点就是说 非常稳定 通过的社区能力 要更好一些 但是如果选奥迪扣器呢 六十万都花了 我建议再多添点钱 添个十万八万的 买它的三人体六光机 那才是 它的精髓所在 一一八十九的发动机 和保持买开的发动机 几乎是一样的发动机 知道吧 那没有开过或买过 这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了没有 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